大家好 我是註冊物理治療師莊子老師 好開心 關於消炎呼吸法的短片 已經超過了10萬個觀看時數 真是可喜可賀 今天我看得到這條片 裡面有很多的 觀眾都有問很多不同的問題 關於呼吸法怎麼做 或者一些浸冰上面有什麼要留意的地方 因此我就想今集和大家集合所有的Q&A 問題一起和大家 解答一下 讓大家做的時候 可以安心做 以及持之以恆去練習 在影片開始之前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我的頻道 一起為世界創造無痛苦條件 現在我們就說第一條問題 Test chat就說 不明白第二項什麼叫深呼吸時閉氣 到底是呼氣後閉 還是吸氣後閉 如果是吸氣閉 如何能再吸再閉 這個就牽涉到呼吸的程序 這裡我跟大家再說一次 首先我們這個 消炎呼吸法分了三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我們就 吸到最盡 然後是呼 記住這一下呼呼有很多人會問是需不需要敷光 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吸到盡是要吸光的 但是呼我們叫let go 放鬆 因此我們 然後 你看我是很鬆的 就不需要 呼 不用敷光的 所以我們吸盡 然後 就是這樣 第二個部份就在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我們最後一下吸 然後 這一下 就開始閉氣了 然後就去到 第2部份和第3部份的轉折 第二個部份我們 的時候一直閉閉閉閉閉 正常我們就沒有錯了 閉到極限 極限的意思是你覺得不行 頂不住 我一定要呼吸 那個moment 我們就 極限的意思 吸一大口氣又是去盡 去盡 接著就閉 15秒 那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 聽完我這個講解之後未完全明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 後面有3條片 就是分慢版 中版和快版 帶著大家 怎樣做那個呼吸 所以跟著做就可以 所以大家如果 不知道是怎樣做的話可以看這個連結 我們就會 跟著我這個步驟去做 連續做3個 循環就應該是沒有問題 Jade Man Kong 4912 他就說 是不是第30下呼氣後 就忍住1分鐘 因為在Wim Hof的教法 我們做完第1個部份 然後 就會是閉氣 這個閉氣 Wim Hof是教大家閉到 頂不住 去到極限 但是這件事我想給大家 循序漸進 由一個beginner level 即是 初學者的階段去做 因此我會建議大家 不需要一開始就這麼辛苦 我們可以試 閉30秒 接著就去到第3個部份 吸大一口氣 或者閉1分鐘 循序漸進地 Masako Kimma 和LTH8382 這兩位朋友都一起問 同一樣問題 關於濕疹的一件事 我必須要很清楚地跟大家說一聲 在 運動醫學或者科學上面 或者Wim Hof的研究上面 是沒有一個 叫做publish了 的研究是說 Wim Hof的方法是對他的濕疹有好處的 但是我們是聽很多用家 Wim Hof都說過 他在歐美是超過五百萬 六百萬個follower 他們就有一些親身經歷 說自己各有不同的好處 包括皮膚的問題 而 我自己 是practice這個方法上面 個人上面有一個 見證 如果皮膚的問題的話 不可以只靠這個呼吸法 應該要呼吸法再配合冰水 呼吸法再配合冰水 這兩樣東西 那個效果是會最好的 大家也可以看回我之前亦都說 我一路練習Wim Hof之後 有甚麼成果和好處 大家可以看回 我這一條片 就知道我自己 對於 練習之後 我本身也有少許濕疹問題 他控制得好 這件事 再下去下一條問題 1299EEEE 他說到極限時是否要先呼氣再 吸一口氣維持15秒 我想有些朋友可能會以為 在第二步驟的時候 是否需要 敷完 然後再吸 或是否吸完 然後要再呼再吸 這裏我們簡單一點 記住 我們撐不順 不用想太多事 去到極限撐不順 立即吸一大口氣 吸到盡 肚脹心口脹 就開始撐15秒 再下來下一條 是T Mice Chan 問 老師請問 消炎呼吸法 每天最多可以做多少次 那 好像 運動 我們身體有手的運動 有腳的運動 有健身 有跑步 有沒有 跑步 一天 最多可以跑多少次 或者做健身 一天可以做多少次 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很上限的答案 但是一定要 問自己的心 問自己的心 我今天可以嗎 問自己的身體 我今天可以嗎 我可不可以做很多次呢 我會不會 過勞呢 做到就做 加油 我們說 The best time 都可以在這裏重新 最好的時間做一定是早上起床 早餐都沒吃 這個時刻 躺著在這裏 或者坐到很輕鬆的 時刻 就做 三個循環 因為 那個好處就是你做完這三個循環 我們那個Energy就增加 那就很足夠了 完成了這件事很足夠 不需要 再想是否一定要在 中午又要做 晚上又要做 不需要了 所以我們做了 Enjoy了 Feel relaxed 很舒服 那就已經很足夠了 再下來下一條問題 就是Small White 就問了 請問老師有睡眠呼吸中止 的朋友可不可以做這個呼吸法 可能類似睡眠窒息 沒有問題 這個絕對可以回答是沒有問題 因為 我們有很多朋友覺得做完這個呼吸法之後 睡覺睡得好了 而我們鼓勵大家 是多些 用 鼻去呼吸的 日常都是 大家看到現在很多的 文獻記載 世界的文獻記載 鼻的問題 呼吸的問題 都是因為大家用少了自己的鼻去呼吸 再來下一條問題 cocolearn7025 問的 如果有良性或惡性腫瘤做消炎呼吸法可以消失或消除媽 有沒有人試過有效 這裏我也是非常清楚的跟大家說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醫療人員 我們一定 有任何的 嚴重的疾病或是有擔心的疾病 必須要先找 醫生 這次如果大家已經做齊了專科醫生給你的安排 之後 我們是可不可以做一些事 所以我們將 Breath Work這個呼吸法的運動我們減量去做 是為了你可以提升自己的能量 提升自己的能量的話 就去 增強自己的免疫系統幫大家 打勝一些病魔 再來下一題 Ben Chan123問 用鼻還是用嘴來呼吸 這也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問題 根據Wim Hof Method 他的學院的教法 就是 鼻吸 厚呼 作為一個beginner level 即是初學者 鼻吸 厚呼 原因就是 我們如果一些冷空氣透過 鼻吸的時候就可以將它 暖空氣 減低我們的氣管會敏感 氣管敏感大家也知道 呼吸就會有困難 所以我們會暖空氣 第二就是先濕潤空氣 沒有那麼乾燥 入到你的肺內也會覺得 舒服一點 容易做一點 所以鼻吸 然後就口呼 這個是beginner level 但是如果你做到已經是很skillful 即是很熟習 我們有機會 有些不同進階的呼吸法 我們可能會用口 因為用口吸的 氣管 的阻力會低一點 從而進行某一些更加 高階的 呼吸法的訓練 因此我們也不說得太複雜 beginner level 鼻吸口呼是最適合的 無論是生理學的角度還是 Wimhoff method的角度也是 User 問的 為何練習之後全身發冷 這個問題我們歸類於 在練習時候會出現的 異常反應 這個不是預計的 因此如果會有這個反應 我建議大家 停一停 不要做 Wimhoff的方法 可能停一個星期 你試一下去做其他運動 一個星期 然後再回來試一下做我們的 思緣呼吸法 看看會不會 發冷的反應 還是持續會有 一般你 去回到 normal的身體狀態的時候 再做就應該可以回復剛才我們說的 正常的反應 那個點 關於呼吸法的問題就回答到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再回答關於浸冰水的問題 好 第一條問題就是 True4795問的 會不會變細膛的 好 接著下一條問題就是 CocoLearn問的 請問莊子老師整個程序每天可以做多少次 他應該是針對說冰 浸冰我們是 有研究說的 一個星期入面 我們可以做到7分鐘到10分鐘的浸冰水 說0度的浸冰水 加起來 所以你可以是一天浸2分鐘 浸3分鐘 有一天浸4分鐘 一個星期加起來就會得到 那個 荷爾蒙 Dopamine 我們也有說過多巴胺的分泌可以 增加 和這個Noraginolene 去夾腎上線素 增加那個效果 接著下一條就是 Water關問的 是否與Lamma穿 薄衣坐雪地現象有關 我想你是說 藏傳佛教 有一些練習 他們的修煉方法 我也有聽過的很有趣他們 密宗的修煉 坐在這裡 可能裏面不是穿很多衣褲 但就套住了一些濕的毛巾 套住了一些濕的毛巾 然後就做這個呼吸法 他們的名字叫做 撤火 撤火的呼吸法 Wim Hof這個呼吸法 沒有說過 跟藏傳的一些呼吸法有關 完全沒有說過 宗教上的東西 Wim Hof也是沒有提過 但是他的practice上 或者他 想到這些Wim Hof method 有沒有有關 我們可以再去看看他的歷史 但是 在 這個現象上有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說 Wim Hof是沒有說過的 但是我們看到 很有趣因為我們 做這個呼吸法 會發熱 發熱的時候 身體的溫度會增加 而身體溫度增加 導致 濕了的毛巾會變乾 這個也不出奇 絕對是有可能的 好問題就回答了 好多謝大家對 莊子老師YouTube頻道的支持 原來我發現 大家看完之後 都很想去 試一下 這個 思緣呼吸法 或者是浸冰水的party 所以很多人都問 就是什麼時候會開班 和開這個工作坊 好消息就是跟大家說 我現在每個月都會搞一場 工作坊 這些工作坊 沒錯會有思緣呼吸法 也會有冰水party 如果大家想定期收到我的 工作坊的資訊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 Like我的Facebook和IG 我都會放 我的資訊上去 而另外 在Wim Hof Method 即是我本身是certify了 這一張cert 在上面有個官網 這個官網網站我們會 放回我相關的資訊在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在上面 註冊 訂閱 接下來 工作坊的 一些資訊 這個IG和官網 都會在說明欄 大家可以看 到時可以註冊 今集 就說到這麽多了 下次見 呀 喔 後輩 那麽多了 是